71岁癌症老汉将儿子杀害 反而引来无数村民拍手叫好 而当得知老人要被判刑 更是纷纷联名上书 请求法院轻判老人 甚至有的村民直言愿意为其分担惩罚 这张三来探案 人人都是大侦探 时间来到2018年7月4日 坐标上海市崇明屈某小镇 这天当地派出所电话 忽然自动接到报警 一位70岁老汉说 自己儿子喝酒坠楼身亡 警方接到报案后 迅速派出两名民警赶赴案发现场 并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随后又对报警人员进行了初步询问 据死者的父亲和女儿反映 死者玉某是死于酒后坠楼身亡 但侦察员在仔细勘察现场和尸体身上事 却发现了一样 因为在死者的尸体颈部有勒痕 反而像是被他人杀害 处于职责的警觉 警察还是决定将其报警人带回警局询问 而在询问中 老汉却支支吾吾突然改口 说儿子并非喝酒坠楼而死 其实是被自己杀害的 听到这现场民警都是很震惊 可一个70岁的白发老人 又怎会将亲生儿子给杀害呢 这其中难道有什么道德败坏的隐情 带着疑问 警方审问老汉 据老汉玉某树说 原来自己的儿子 欲今求是当地有名的村吧 从小就是无恶不作 不是敲诈勒索 就是鱼肉村民 自己为他更是操劳了半辈子了 而警方在村里走访调查中 也证实了老汉的儿子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而村民对其无疑不是恨得牙痒痒 甚至为了防止此人的侵害 纷纷修建了高墙围栏 且家里的小孩更是不敢从大门出警 每天出门都得绕路而行 而当村民得知此人死后 无意不是拍手叫好 那么他究竟是做了什么 让村民们对他如此恨之入骨 那么请第一位受害人立志奶奶讲述 当立志奶奶的孙女得知村霸死后 他是生平十年来第一次敢光明正大从前门走 而在十年之前都是只敢从后面偷摸走出去 而在往后面的一户受害人家也是同样如此 其中第二户受害人李奶奶还曾被吓得心脏病发作 住进了医院 据老人讲述 当天晚上自己和老伴在家中休息 没曾想在深夜凌晨一点被惊醒 也为玉金球突然撬开了老人家的大门 并带着一只大狼狗来到其房间 扬言如果不给钱就放狗咬人 破语无奈老人只能拿出仅有的两万块钱积蓄 才逃出毒手 而当天晚上老人也是被吓得心脏病犯了 差点死去 好在家人及时发现病报了警 而也是因为这件事 玉金球被判入狱了八个月 但出狱后的玉金球反而不知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的对村民进行了报复 而第三位受害人荔枝爷爷对其也是恨之入骨 这么高的大龙狗 晚上没有信心 他喝得压了 他都别动 不知道哪一家呀 这个像已经三五年这个本人一样 土司提侨 他回到哪家 他就不都等着输了去的 调查中侦察员就发现 老人的儿子在当地民分极大 不过老人却在村里的名声很好 因为每当儿子做了这些坏事 每次都得老人为其赔礼到罪 说起老人村里的居民无疑不是心疼 且还在几年前 老人还被诊断出了肺癌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却依旧靠着药物维持生命 这个父亲 十几年当中 是秋秋秋秋的 没有一天我找好女子 主要是她的这个爹儿的父亲啊 聪明 肚子都开刀了 中六万七一般的人家 总开始再痛再刷 他就是拿到的什么 确定关宝 要钱 提到儿子老人也是十分痛心 据老人讲述 老人其实和老婆有两个儿子 这个玉金球是小儿子 在小的时候 就经常在学校跟人打架 书也读不进去 后面到了初中就早早辍了学 后面就很早混了社会 而当父亲得知后 也是对其进行了打骂教育 可是儿子对于父亲的教育 显然是不听权 而大哥也是同样如此 早早地搓了学 甚至还因为在外面欠下巨额赌债 如今也不知取向 或许是因为老汉年轻时 要养家户口 只能将教育的责任交给了妻子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两个儿子妻子也都管不住 最终妻子还因两个儿子 不争气的行为 更是被活活气死 以前他是回来的时候 他也打好亲来 父亲有钱 他没有钱给他 去打他母亲 打他母亲以后 他母亲就不跟人家说 一个人在闷在心里 结果觉得心得不合 心脏病就死了 而在小儿子的四十多年生涯中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在高强赌博 而妻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他和女儿两岁的时候 离家出走 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结婚证 女儿就是一直由爷爷带的 而这个玉金球 整天不是赌博 吸毒 就是到处勒索村民 提到案发当天 老人也是十分无奈 因为儿子的好赌成性 导致家中这些年 一直没有存款 而案发当天 老人一个月 仅有的两千块钱 工资刚到手 玉金球就来找老人要 老人对此当然是拒绝的 因为这其中 还有一半的钱 要用来给孙女交学费 另一半还要为此家用 为了防止玉金球 来拿这两千块钱的家当 老人提前准备好了棍棒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这个儿子来拿钱 而到了晚上 这个儿子如往常一样 回到家中 也为他在外面欠下了一笔赌债 急需前来填补 于是他打起了自己父亲的主意 而老人为了反抗儿子 将事先准备好的棍棒 拿出驱赶他 没曾想争执中 手里的棍棒却掉落 最终老人处于下风 面对儿子的殴打 老人只能拼命抵抗 而在抵抗中 就摸到了一根麻绳 于是麻绳尽挑苦命人 在反抗中 老人将儿子最终给勒死了 玉金球死亡之后 老人将其推到楼下 等他回过身 看到的是孙女正在看着他 于是他告知孙女 不论是谁 问起来都说是你父亲 醉酒跳楼身亡 而玉云才本想着儿子 已经死了 送去火化这件事 就算完事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有人说碧衣馆需要死亡证明 而死亡证明需要再派出所开 所以他就只好报了案 但最终被警方看出了端倪 案发后当地村民得知老人 要被判刑后 纷纷联名上述 恳求法院轻判 其中信里 还有被害人女儿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 希望法院能够轻判爷爷 予以兼外执行 也为自己在这样特殊家庭 从小又都是爷爷一个人待大 母亲在生下他两岁的时候 也为忍受不了父亲 便丢下了自己 父亲又从来没有做到 一个父亲该尽到的责任 而爷爷 从小到大都是十分爱护自己 每次只要自己想吃什么 想要什么 爷爷都会尽力满足自己 自己知道 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家庭 真的很难 但如果自己再没了爷爷 或许自己真的什么都没了 最终法院在三百位村民和被害人女儿的联名书下 对老人进行了一下判决 考虑到育云才有主观杀人的一项 属于故意杀人 不构成防卫过的 但事出有因 外家这个儿子种种暴行 属于情节较轻 对老人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而老人被判入狱后 女孩也就再也没有了监护人 而为了让女孩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当地政府于是为其安排了一个爱心妈妈 而如今 女孩便在这位爱心妈妈的家庭下生活 对于现在的家庭 她也表示很开心 而爱心妈妈也是会尽力而为 她这种性格当时来的时候 没有没有感觉 这个性格她比以前好多 她自己也知道 因为她一直活在那个天天吵架 不说话 不说 不跟人沟通 人家来了 她就往人上跑 我喜欢不融合集体 现在可以 她一个亲情的 因为我们大家努力地帮她一带 我希望是这样 帮她一带 我能帮到哪里就好